先从一个名词开始说呗 那我也是今儿个 吴宇宙刚才看了一眼电视 他们那个什么戏我也不知道 电视剧历史片 提到了清君侧 我们今天就从这个 清君侧 这三个字开始说 清是清除的清 君王的君 侧身侧 身边旁边 这个意思清君侧 如果按照这个 字面上来解释清君侧 说的是清除君王身侧 那些个亲信 奸臣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中国历史上大大小小 清君侧的故事也发生了 不少 但是呢清君侧 纯空不是那么容易 我也不知道这个 各位您哪一位是名词的专家 哪一位是这方面的学者 但是您要问我的话 说什么叫清君侧 我只能很遗憾的说 我个人认为清君侧 其实 就是造反的借口 我们觉得 这皇上很好 皇上身边的 坏蛋太多 你看身边这个 张三李四 王母赵六 这四坏蛋 在皇上的身侧 老教皇上学坏 我们实在看不下去了 怎么办呢 得了 咱们带点兵 带点人一块去吧 去了之后 把君王的身边打扫干净了 这是名义上都这么说 可是还有一点 就是最重要的啊 有的人就忽略了 那么我们去清理君王身侧 清君侧之后又当如何 我带着十万人来了 这个君王身边人清理干净了 听好 得了皇上 我们也忙完了 您还当您的皇上吗 我们回去了 该摆摊的摆摊 该卖菜的卖菜 该干嘛的干嘛 再见 我们回去了 那不可能了 对不对 清君侧的目的是君 那个侧它是个借口 所以说 古往今来 清君侧 都是造反的一个 最美好的一个遮羞部 我大概想了想 反正 小的是咱们想不起来了 说这个清君侧 有那个跟启宏似的哈 三五个人就造反 那不算 就真正意义上 能够得上清君侧的 在中国历史上 好像只有四个 我不是别人怎么看 反正我觉得有四件事情 还算得上是清君侧 但这四个里面呢 好像只有一个成功了 你头一个 汉朝 汉朝有一颗清君侧 这位呢 是汉高祖刘邦的侄子 叫刘碧 你听这名起的 刘碧 他是挺厉害的 为什么呢 最早他就 好像二十来岁吧 就封了一个配猴 后来又封了什么吴王 诸侯王 很厉害 管辖东南三郡 五十三城 好家伙 五十多个城市都跪他管 你想那还错了吗 又是这个汉高祖的亲侄子 亲侄子跟儿子差不了太多呀 所以说这个身份就很厉害 很厉害的 那么 就是这个玩儿 没有一成不变的 一直到了汉文帝 汉文帝继位之后 文帝觉得这个不像话 因为就像刘碧这样的诸侯啊 权势是越来越大 因为到最后 他已经集中的会影响到了 上边的执政能力 对江山设计 它是一个威胁 就开始啊 逐渐的削弱这些个诸侯的势力 这是文帝的时候 到景帝继位之后 那正式翻脸了 开始 消翻 你们这些个藩王啊 能力太大了 你们不行 就是把这个得弄 把那个得弄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咱们刚才说的这位 刘碧 他不干了 你这清来清去 清到我这来了 那这样的话 咱们就反了 他呢 就联合了这么 不错的几个王子一块 凑了七家 在中国历史上 这个事情叫七国之乱 那么他打出来的旗号 就叫清军策 七家王子一块造反 那还了得清军策 当然了 这个没成功啊 这个闹得挺大事 但是最后兵败被杀 所以说造反这种生意啊 它确实本钱太大 而且呢 就是俩极端 要么就成功 要么就失败 成功了那行了 江山设计都是你的了 那失败了呢 江山设计哪都能买你了 是必死无疑啊 所以说汉朝 刘碧清军策 没成功 他后边呢 就是唐朝 唐朝有一个 安禄山造反 都知道 安禄山做到节度史了 别是造反 他不是一个人 叫着史思明 因为历史上史称 安史之乱嘛 也是清军策为名 咱们来吧 咱们哥俩好 咱们一块热闹闹的啊 打起天下来 咱俩如何如何 俩人设计的都不错 当然没成功 也死了 再后来呢 就是到了元朝 贝勒铁木尔 也是清军策 他差点成功 因为他已经攻入了大都了嘛 攻入大都 太子乔 这个好家伙 这推厉害了 这铁木尔来了啊 铁木尔这玩意 这凉拌菜 清血管的 咱跑吧 太子 太子流亡 跑了 后来太子又反攻 反正呢 几种折腾 到最后 元顺帝派人 把这位清军策的 贝勒铁木尔 就给杀死了 反正没成功 那你这就杀不被成功的 一个就是刘碧 没成功 第二就是安禄山 没成功 第三个呢 就是这贝勒铁木尔 没成功 第四个 就是清军策 唯一成功的 那谁呢 一说就知道了 明朝 朱棣 朱棣呢 就是当了皇上之后的 永乐大帝 当皇上之前呢 是燕王 燕王 他是朱元璋的 四儿子 继位之后 是永乐大帝 红武三十一年 朱元璋去世了 就是燕王的爸爸 朱元璋去世了 去世之后呢 到了这一年的六月份 新皇上登基了 谁呢 叫朱允文 朱允文是朱元璋的 孙子 大太子朱彪的 儿子 登基左殿 史称建文帝 建文帝 朱允文 这下闹得就都不老愉快了 为什么呢 朱元璋儿子多呀 这一大堆儿子了 是大儿子朱彪死了 死了还这么些别的儿子呢 那 你在儿子里再找一当皇上 朱元璋没有 偏疼皇孙 哎 这就按下期来说 炮打哥一位 你这玩意 他不让儿子继承 他让孙子继承 儿子们就心里就 不炫烦 不痛快 但是建文帝 当了皇上之后 建文帝其实 心里也不踏实 为什么呢 天下往那一坐 就看明白了 我 我什么人 我这个岁数 我这个年纪 而且我这些个叔叔们 一个个虎视眈眈 那 现在只有首都 是我在这 天底下每个地 都分出去了 这个叔在那 那个叔在这 到处都是他们 这玩意可怎么弄的 当然了 他爷爷活的时候 给他想得很周到 爷爷是这个 这些儿子们 都长大了 你们都是藩王 你疯在哪 你疯在哪 你湖南的 你湖北的 那个燕王 朱地封的北平 封哪都有 你平时没事 不允许啊 到首都来 而且呢 不允许 同时离开 你的属地 山东的 这儿子要说来 来到这 来瞧瞧爸爸来 可以 湖南那边来 所以得这个 走了 回去了 那个才能动 反正就想方设法的 就是把这儿子们 都牵扯住了 为了什么 就为了让自个儿 这个孙子 能做一个 太平天下 建文帝 登基之后呢 建文军身前呢 有这么俩不错的官员 一个叫齐太 一个叫黄子诚 这俩人就跟皇上说了 俩人说这个 您琢磨琢磨琢磨吧 这个 建议您 萧帆 所谓萧帆 就是您这几个书啊 能力太大 您瞧哪个都比您厉害 啊 比如说 这二叔跟您一块 俩人一块跑步 人家跑15秒 您得跑半个钟头 这不成 比如四叔啊 能养过起坐 您做30个 人家做700来个 反正这谁要是一翻脸 都过您瘦的 简单说 那这怎么办呢 当初我爷爷给我留学 这些个啊 这些书都是我爷爷 留给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那怎么办呢 说那没办法 那干脆咱们就得消翻 哎 一个齐太 一个黄子诚 俩人给皇上出主意 建议越听了 又有道理 确实 你冲着你的角度 为了你好 才说的这些话 越琢磨越对 就开始消翻 他这一消翻呢 你看这几个书呢 今儿拿下一个钱 明儿又逮起一个来 到最后 这个 这类四书 就是燕王朱棣 朱棣一瞧不成了 不能再忍了 我再忍呢 他该弄我了 得了 我呀 清君策 这是中国历史上 最大的一次 清君策 而且呢 他这个清君策呢 算是 诗出有名 为什么呢 朱元璋 周元璋 当初写过一个这个 黄明祖训 就是他们家自己内部流通的一本杂志 写的就给孩子们写的 什么许做 什么不许做 他其中提到了这么几句话 我记得应该是 朝政臣 内有奸秘 必举兵 争讨 以清君策 说朝廷里边没有好官了 哎呀 都是这个奸臣坏蛋 所以呢 就可以带着兵来争讨来 以清理皇上身边 哎 这几句话 给人朱迪算是 找到了合适的这个 借口了 我爸爸当年说过这话 现如今我侄子呢 侄子是好孩子 从小看着他长大的 有礼貌 上公交车 也值得给老太太让座 不随地土团 特别听话 孩子好孩子 身边竟是坏蛋 不行 我得这个 带着兵去 清理我侄子身边这些个坏蛋们 带兵吧 这就开始了 这就民间说了 燕王早白 燕王扫北 反正燕王这点事吧 就打这开始 当然战争是很残酷的了 那个过程 咱们有机会再细说 就咱们单说这个战争这一段 反正一直到了后来 就是1402年7月13号 清军策成功 哎 此时候应该有掌声 为什么呢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清军策 圆满成功 很顺利 朱棣打南京城 成功了 明天就要带着兵进城 大获全胜了吗 天下是我的了 他明天进城 在今天晚上 南京城 有一个饭局 有几人吃饭 在哪吃饭呢 不是在这个饭馆里边吃饭 是在一个人的家里边 这人叫吴普 就普仪的普 吴普 吴普是个官 是汉林院的一位编修 在吴普的家里边 你吃饭吧 摆个桌子 南京的什么小龙虾呀 盐水鸭呀 鸭血粉丝汤啊 排黄瓜呀 随便说吧 就是人家好吃的吧 摆一大桌 吴普跟着张罗着 吴普还有个儿子 吴普的儿子也跟着忙活 端菜 端酒 盛米饭 忙不活活的 那么说吴普家里吃饭的是谁呀 有仨人吃饭 也就说是三位客人 一位呢 叫谢进 一个呢 叫胡广 一个叫王更 这么仨人 谢进 大伙都知道 有中国历史上 有几个出了名的神童啊 其中就有谢进 我们常说那个单口相上 谢学士 谢进赶考 谢进闹店 谢学士 对师 就说这位谢进 好像我记得动画片也演过这个神童谢进 这个谢进这人 很聪明 文化水平也很高 当然了 他在朱元璋活着的时候呢 朱元璋其实也很气重 但是这种 有时候有点小问题 为什么呢 就是太聪明 说话呢 有的时候也不过脑子 经常在不合时宜的时候 说一些个不合时宜的话 所以后来朱元璋不老爱看他 你想到后来朱元璋 请家长 请家长 把谢进他爸爸叫来 这你带回去 说这孩子 大旗晚成 若以儿子归 一令尽 后十年来 大运未完也 什么意思 就是你这孩子还行 把你弄回去吧 好好念书吧 过十年再来 他都不算来晚了 朱元璋说 为什么给他叫回去 让他送回家 就念书呢 就是朱元璋疼孙子 他是真爱这个建文皇帝 这孙子朱允文 十年后你来 好让你来啊 给我孙子干活 是这个意思 这是谢进 还有这个呢 就是这个胡广 吃饭里边 还有一个人叫胡广 胡广是耕臣科的进士 赶考的时候 是第一甲 第一名的状元 状元 挨着胡广坐的那人呢 叫王更 姓王明更 自敬旨 尊敬的敬 啊 挺旨的旨 他呢 是耕臣科的 榜眼 刚才他们说了 这个胡广是一个状元 王更呢 是榜眼 您熟悉这个科举的都知道 赶考第一名是状元 第二名呢 是这个榜眼 第三名是探话 哎呀 今天这状元跟榜眼 都来吃饭了 探话没来 探话呢 叫李冠 嗯 今天晚上吃饭 没有这个第三名探话 啊 我们现在也聊不到他 后面可能还能说到这个李冠 这么仨人 嗯 谢进 胡广 王更 一个状元 一个榜眼 但他俩人 但他俩这个状元 榜眼 其实呢 这个 王更有点冤 因为按当时考试来说 王更水平最高 应该是 状元 啊 但是因为 长得好像不老好看 啊 电视的时候呢 见文皇帝一看这脸 说这个人颜值有问题 啊 长得不好看 你说这这这以后要出去 人家说大明朝没人了 怎么长这儿当状元呢 啊 挨着他呢 就是胡广 还说这 你看白不结尽 干个结尽的啊 漂不亮亮 得了 胡广 当状元吧 王更你啊 你来个第二吧 你来个榜眼吧 就活生生的把状元 跟榜眼 两人掉一个 它是这么一个关系 所以今天晚上 谢进 胡广 王更三个人 在 武普的家中 要一起吃顿饭 因为明天 朱棣 要进南京了 吃饭吧 聊天 聊什么呢 国家大事 因为 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了 现在咱们几个坐在这 喝酒聊天 烤串 说这说呢 天一亮 四殿下 燕王驻地 就进南京了 摆在咱们面前 两条道 要么就 归乡 要不然 就是死路一条 啊 按照咱们几日来说 咱们都是 侍奉建文皇帝的 啊 咱们都是建文君的臣子 从这个角度来说 燕王驻地 是反叛 逆贼啊 怎么办 好家伙 就先前一个谢晋 一个这个胡广 俩人激昂慷慨 说的根一句话就是 死 我都不能投降 朱棣 燕王是反贼啊 咱们 拾君之路 报王之恩嘛 建文君待咱们 天高地厚啊 咱们可不能说 对不起皇上 咱们得 得好好的 咱们怎么死 啊 想各种方法去死 当然了 这皇宫里边 建文君 也下落不明了 建文帝 朱允文 在中国历史上 到今天 这都应该是一个 不解之谜 普遍的说法呢 就说这个建文帝呢 跑了 那个昆渠里边也有这个 京剧的也有 啊 我唱过这个戏 这出戏呢 叫 避雪担心 老生是一感二 前面唱 建文帝 后边呢 唱的是 方笑如 啊 头里边是建文帝 逃难 后边那折叫 草召敲鸭 按戏里边来说呢 就是最后 把皇宫一把火烧了 烧了之后呢 本来是准备死 有个老太监说 说皇上您别死 啊 跟建文说您别死 说我不死不行啊 我这四皇叔 已经都来了啊 你们不了解吗 我这个 我的叔叔很厉害啊 他来了 我就活不了了 有一个老太监说 您别死 我想起个事来 说这个 太祖升天的时候 太祖就出元帐 留了一个小盒 啊 小盒挂了锁 说这个 家邦有难的时候呢 给您拿出来看看 那您看现在 咱算不算家邦有难 建文君说 那何止 何止邦呢 连鞋底都烂了 现在啊 赶紧吧 拿来吧 就到凤仙殿 嗯 取出一小盒来 打个看吧 打个一瞧 建文的眼泪都下来了 里边呢 有一把剃刀 啊 有一份杜碟 杜碟呢 就是和尚的身份证 啊 一看明白了 哎呦 我爷爷想太周到 就知道啊 我够瞧的了 啊 这是让我把头发剃下来 拿着肚蝶 假冲和尚逃出去 那来吧 剃头吧 哎 这有人给皇上把头发剃了 哎 又有提前准备好的 也是朱元璋留下来的 僧衣僧帽都准备好了 建文帝 化妆成一个和尚 啊 又打皇宫跑出去了 这个呢 在评书和京剧里边 叫焚弓落发 当然后边在 在这个演员下来之后 再把脸洗了 换衣服 再唱方笑如 那是草召敲牙 割了一块 这两出戏全本的 这叫 避雪担心 啊 头里边还有阎王造反 跟打激男 那是京剧的事 反正民间传说 也是说这个 说建文君从皇宫逃走了 啊 为什么会后来 永乐大帝派正和 几次下西洋呢 其实据传说 就是到天下 去找建文君的下落 但是到今天 都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 也没有谁说 这个确实 哎 建文帝就怎么怎么样了 嗯 各种传说都有 当然建文那个事 是是另一回事啊 也要单独拿出一个题目来 来聊一聊建文帝的下落 皇宫里边是乱了啊 吃饭这哥几个呢 那拍熊扶拍的都不行了 光光山响啊 嗯 胡广 我得怎么死 我得怎么死 谢进也说 我得死的多漂亮 唯有一死才能 报答君王 这说他俩说 他俩说一共吃饭的呢 除了本家那 无谱之外呢 还有一个就是王庚 王庚就是被建文君 把这个状元给拿走了 改成榜眼的那位啊 第一名 因为长得寒淺 皇上就让他改第二名 就这位 这位从座上吃饭就开始 就是哭啊 历史记载也说 他这会儿就是默默的流眼泪 没有什么话 人家俩人为了进中心呢 都快动菜刀了 他跟着就是哭 默默流泪 吃吧 饭能吃多长时间呢 最后中国有散的时候啊 散了吧 回去吧 这个 胡广跟这个王庚呢 其实住的都不远 这两家呢 跟这个吴普啊 是邻居 他们撒挨着住 所以才过来吃饭 方便 这一说散了呢 这几位就都走了 无间的人家得收拾收拾 刚才吃的饭乱了 轰轰归着归着 吴普的儿子就跟父亲说了 说胡叔能死 是大家事 胡叔叔啊 这是准备要死了 大家事 大事巨大的大家 就是那个特别好的意思啊 这是个我他我认为他死 这是一件大好的事情 中军保国万古六方 孩子捧 那是大家事 好的不能再好了 他这夸 他爸爸呢 乐了 说儿子你还是单纯并且善良啊 我跟你看的不一样 儿子说那怎么会不一样 你看刚才人家 启事啊 顺嘴溜白墨 拍胸脯光光响 肋骨都快砸舌了 怎么不是好事 他爸爸说 嗨 要我说呀 要是死 也得是王更死 正聊天呢 旁边那个院就是胡广的家 就是这个吴家这儿子喊胡叔叔啊 胡叔叔家 这个就听那院啊 胡叔叔正说话 说什么呢 外宣慎锦士屯 这是文言记载的 我估计当时口语 他不会这么说 那么什么意思呢 就是听着旁边那院 胡广嘱咐家里人 你们都看好了 外边太闹腾了啊 留神咱家那猪别丢了 哎 说完这话 吴姐姐俩乐了 吴普说你看这个玩儿 这到这会儿了 他还担心咱们家猪别丢了 你说他能死了吗 这就跟那会儿说 红橙绸似的 啊 小庄红后劝祥去 还有这个几个人偷着看他 回来都说 说这个红橙绸死不了 为什么呢 跟那坐着 房上掉块土 土掉在衣服上 他都得拿手打磨打磨 一件衣服都这么在乎 你才能命更严重 他死不了 所以今儿说这个胡广呢 也是如此 到这会儿说 他还担心他那猪呢 你放心他死掉 酒期散了 王更回去 就在 胡广看猪的时候 王更 服毒自尽了 啊 死之前 跟自己的媳妇就说了 食人之路 死人之事 乌不复生也 什么意思呢 我吃了皇上家的俸禄 拿了人家的工资 所以我必须对人家负责 那我不打算再活了 按说 他应该是对建文帝 内心有些怨恨 为什么呢 天下赶考 我是 投名状元 啊 我是第一甲 第一名 真刀实枪 凭着能力到这会儿的 结果你皇上就因为我长得不好看 把我的第一名改成第二名 你还有公平可说吗 对不对 你因为相貌轻视了我 按说他应该心里边不舒服 但是 王更 用死 表达了这份尊敬 建文君 你因为相貌轻视我 但我不因为你的权利 不因为你这些对不起 而我 辜负国家 我不会了 啊 我一死 打抱天子 哎呀 所以到今天 这个提到王更好 那都说 那是 那是真英雄 那么 启示的那两位呢 一位呢 谢进 谢进打这饭局 回了家 就收拾东西 收拾东西干嘛呢 投降朱棣 啊 去迎接 去拜见 这个历史呢 很公正啊 用三个字 记录下当时谢进的状态 说什么呢 进 迟夜 进是谢进 持 非持 夜 夜见 那么翻译过来 就说 谢进啊 非一样的去 拜见朱棣 啊 你再是神童 你再是聪明人 但是在中国历史上 你留的这个背影 你这个状态 并不美丽啊 进池也 那么说 还有一个启示的 胡广呢 历史上给胡广 也留了五个字啊 胡广说是 招致 叩头谢 招致 就是一喊就来了 啊 叩头谢 见面 跪着就磕头 他比谢进的 好像还好点 啊 谢进是 半夜就去了 这是等着天亮 到天亮 人家一叫 还过来 就来了 来了 进门先磕一个 那么说 跟了 朱棣之后 朱棣进了皇城了 哎 这继位啊 然后最后是永乐大帝 当然 永乐帝在历史上 丰功伟继 那是另一回事的啊 对谢进呢 就算不错 嗯 让谢进 修这个永乐大典 谢进这个种呢 反正 特点就是聪明 聪明 大小就零啊 缺点的是 太聪明 啊 聪明是一种毛病 不是才能 你想当年 据说朱棣不说吗 说天下不可一日无我 我则不可一日少谢进 这两句话说着家了 天底下不能一天没有我 我很厉害 我是皇上 但是我身边 不能一天没有谢进 好 一个皇上能这么爱你 那也就到头了 但是这位 谢大才子呢 有的时候表现的还是 很幼稚啊 很多时候呢 朱棣跟他也是没办法 啊 也聪明 也有用 但有时候也不老会说话的 啊 很多时候都是 招人不待见 包括后来说 打越南 打安南国 皇上说打安南 这个 谢进说 嗯 你能打下来 但是你守不住 啊 朱棣挺开心 好啊 打给你看 打下来了 打下来后 告诉谢进 你上那手上去 去 啊 给他打扶着越南去了 好家伙 你琢磨这 有大南京 北京啊 给你送到越南去 也不容易 他不能老跟那待着 他得回来述职啊 一年两年 回来述职 他这回来汇报工作 朱棣不在 在这个时候 他犯了一个 最严重的一个错误 就表现了 他政治上的幼稚 他去见了一个人 谁啊 朱高赤 朱高赤是谁啊 朱高赤是这个 朱棣的儿子 啊 当时 已经 被立为太子了 他是觉得 我来看看皇上 皇上不在家 我上太子那串个门去吧 他去了 这下犯了朝廷大戒 而且来说 朱棣人家不是一个儿子啊 啊 这个当了太子 还有其他的儿子呢 你比如他有一个儿子 这个四子啊 人家这个 看见了啊 太好了 说这个 你上这来去瞧他去了 好 啊 来吧 人家几个儿子 就跟朱棣说了 说的很简单 说这个 谢进呢 四上初 四县太子 静归 五人臣礼 什么意思呢 四上初 四鸡等待皇上不在 出去了 四见太子 哎 看完之后 回去了 五人臣礼 没有人臣礼 啊 那好 那这几句话 整统的朱棣的 废管子上 就以 无人臣礼的罪名 把这谢大才子 大聪明人 关起来 关几年呢 列位 四年 在监狱里边 一关 关了四年 四年后 一个偶然的机会 啊 朱棣可能是 点这些个 在押犯人 花名册吧 就发现 谢进的名字 顺口说了 这么句话 嗯 进 犹在耶 什么意思呢 就特别简单 哟 谢进还活着呢 就这一句话 当天 这个 锦衣卫的 都指挥脸士 纪刚 就是负责监狱里边 押着这些犯人 那负责人 纪刚纪的人 他听这句话 进犹在野 那这东西就看你怎么理解了吧 啊 也可能是皇上说 哎呦 他还在呢 呀 我把他放过 快放出来吧 叫他来喝酒 来烤串来 我们聊会啊 这是一个 但是纪刚 那是跟着皇上身边的人 一下就明白 回去之后 请歇进喝酒 在监狱里边跟他喝酒 喝得明丁大醉 把他灌多了 当时夜里拉出去 在雪地里挖了一个坑 把谢进就埋了 死的时候 47岁 就因为这一句话 就完了 他是死了 其实这个谢进跟胡广 俩人还是儿女亲戚 就当时朱元璋说 老皇上朱元璋活的时候 说这个谢进跟胡广 你们俩人有同乡 有同学 有同事 一块上班 得了 那个 而且那会儿胡广 好像 要生孩子 还没生 说有一闺女 你要生一闺女 以后你就长大了 就行给这个 谢进的儿子 这好叫皇上娶的婚 当然后来确实生了一个女孩 这次谢进一死 算是出了事了 胡广说 那我得毁婚 他们家现在已经有问题了 我闺女不能再嫁给 谢进的儿子 谢进的儿子叫谢真亮 不能嫁给谢真亮 但是胡广的闺女 真有样 拿刀 拉自己的耳朵 跟自己爸爸说 好马不配双安 猎女不嫁二夫 皇上许的婚 我就是人家谢家的儿媳妇 他们家他天大货 我也认同 这跟他爸爸的活法是不一样 这样的话 一直等到后来 谢家这官司平了 这闺女还是嫁给了谢真亮 第一名 壮远 胡广 第二名 这个榜眼 王根 这里边还有第三名 第三名叫 李冠 这个 李冠 后来也是跟着朱棣了 有关他的记载不多 但是有一个事挺可乐 朱棣呢 带着文武群臣 当了皇上嘛 看看建文的时候 那会群臣们 所写的一些个奏折呀 义政的一些个什么文件呢 哎 李大帮人都在这啊 谢进啊 李冠的都在这啊 永乐帝就问他们 说儿等也都有过义政的言论吧 就是当时你们 跟着建文帝的时候 你们也没少 写点什么 说点什么吧 啊 那意思就是你们背后 是不是也说过我的坏话呀 当时你们跟着那皇上说 说过没有 这几位连谢进什么都不说话 啊 唯独李冠 那往前一站 一拍胸脯啊 说这个臣 时未尝尤耶 那个露脸了 怎么呢 他们都写过 我确实没写 啊 当时建文活的时候 他们都骂你 我没骂你 你看这我留着后手 留对了 啊 他也没想到 他说完这个之后 涌了大地过来啊 手里这个 这点文件 啪就扔脸上了 啊 而以视为美 什么意思 你不要脸的玩意 你还以为露脸呢 啊 石其路 私人其事 当国家危机时 关键事 独无一言可乎 而等前日是彼 则忠于彼 今日是震 当忠于震 不必取目遮蔽 啊 那意思就是 你别没凶没造来的 啊 时亡之路 忠亡之势 国家危难的时候 你一句话没有啊 就当年我是造反 我造反 你那位置不一样 你是跟着建文帝 怎么那会的时候 你连续人话都没有呢 你那会跟着建文帝 你就应该忠于建文帝 你现在跟我 就应该忠于我 你不用这样 两面三刀子 又同着文武群臣 哎呀 这李冠扫子都没人样了 后来因为谢进这事 这李冠呢 也受牵连 进监狱 进了监狱十年 啊 到死之前 说了一句话 污溃 王静 执矣 什么意思 哎 要死了 我呀 对不起 王庚 没法见人家 这个 看这歌几个 李冠这歌几个 就应了莎士比亚 那句话了 我猜中了 这个故事的开始 但是我没有料到 这个故事的结局 我猜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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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么做的好事 我猜中了